這叫光納樹 是獨角仙的始朝 跟人家、人孫、人家、人孫要養獨角仙 你說不要拿錢 來 要拿獨角仙喔 對 他要拿錢去買果凍說要養獨角仙 千萬不要拿錢 他什麼說 果凍、獨角仙、果凍吃吃就飽走了 農費錢也對嗎 沒有很多農財主願的生命 所以如果要養獨角仙女 如果要養獨角仙女可以好 就找了一棵光納樹讓他種 他在大長的時候 獨角仙女的魚化在這裡吃皮 在這裡的時候他交配完了 母的就在底下產卵 零年的時候他又跑出來 這個達到生命的勇氣 還可以達到水土保持 對嗎 我不是這樣 那個不是說好幾年才出來嗎 對 一年一年生 一年一年 對一年 一年 殘在 殘在 好幾年 資料 資料在地下要好幾年 像這也一樣 對 一年 對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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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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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瓶女求生 爬爬爬小 RAW advice 这是越农国 越农国越农国幸远 這個生出來,這個生出來,這個生過了,這個生過了,這個生過了 我都沒有生過了,這種的不太正,誰說,這不會死 這樣喔? 這不會死喔,這你把它放在這裡,把它放在這裡 後來,這不會死,這會造成二次的綠色殺手 可能就是它,不會死 那種在盆井裡面不就好了? 好啊,但是在盆井裡頭,我告訴你啊,琵琶樹打磨,我就像水族箱就好啊 像這樣啊,東山樓丟到的水族箱,再到這裡 我說你煎到我那裡,你就會賭亂賭 請問這個會館是公共的,還是旅社?私人的? 他們有番號啦,就是一個社區,人家經營都有 有番號,像民宿一樣,對,像我們就不用了 這就是荷花廚,我們這幾天已經是走在這個指教堂 左邊,比較多一間,它的入口在那裡 那個聖誕農場在那裡,開始全部入口 這個邊那裡,這個園區裡頭,那個空洞沒有種東西 那個自然農滑的有機稻米,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在那裡跟寶蕾,我們就都沒有差別了 像我講你知道嗎? 跟寶蕾,就讓它自然成長 沒有沾油,沒有浪費,沒有烤草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人,農民很拼死 在我們寶蕾的時候,你知道嗎? 它就有種跟寶蕾共生一個東西 叫做類切派的我們的皮 對不對?皮嗎? 是大人家都把皮靠掉 因為什麼? 皮靠你如果沒有牠靠的時候 它會跟地外燒臭胃吃 燒臭胃吃的時候,你知道嗎? 人家覺得很可惜 就是我都不是要吃,要吃地外吃皮靠 就把皮靠掉 皮靠掉的時候,靠到什麼? 靠到班倫鳥跟麻雀的食草 你知道嗎? 你把麻雀跟班倫的食草把它靠掉 所以說,但是牠也要吃東西 所以牠就吃青菜 你知道嗎? 吃青菜的時候,我們就說 壞掉了,再在那冬 然後帶油,滷肥,還有沖洗 你知道嗎?多餘的 所以說,自然都把柳雞稻米補了 它就不要插牠了 類切派長出來,牠是班人鳥的食草 牠吃了類切派的種子,牠都不會吃稻米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農民很拼死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推廣 自然農化的地方也沒有農業 台灣的人文明病太多了 就是這個農藥吃太多了 但是在那裡說,東北人是要逃不死的 人家說了 這樣有餘蕾嗎? 沒有 沒有 有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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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有餘蕾 現在都沒有餘蕾 現在都沒有餘蕾 那是怎麼樣? 是餘蕾敵不過這些外來種嗎? 有可能 我們可以的鬼針槽和大花神龍槽一樣 漆地都要漸掉了 來 我們看這個,我們不要走去 我們如果滾來,我們先吃東西 來,比較好,這一間 只叫他只叫他 他是用蕾皺的是不是 那你看,外面是白色,但是沒有 裡面是圓桶有沒有 灰色的那個 用厚度1.5公分 直徑33公分 高度5公尺的圓桶 圍起來五十八基 這個設計師是板茂建築師 板茂建築師 板茂建築師 他做英城 日本一個英城的 給當地的基民 做泥沙跟開業機會的地方 英城的地方 受到板神丹路大地震的時候 受創百分之七十 抖位也隆隆地去除 因造成二次傷害 除斗會 除斗以後都會休息 真的是很可憐 很恐怖 板茂建築師 就為當地的基民 蓋東 蓋這個給他們做 後來 2025年的時候 他未來的義工太多了 他每天要聽到 要去一個比較大間 但是呢 這間的時候 他要反來請台灣 一些基金會組 從這個基金會 從日本那邊 說這個沒聽到 我們了當 新規想要接到 董事長 會被受邀 到日本去參加 人家在支持 他叫他支持 什麼 啊 是不是有可能 送給台灣來重建 本人聽一下 創市長 你說這隻基金 只有五千塊而已 你這只聽到要花多少錢呢 又要海運 又要路運 又要你要幹什麼 這事 快千多萬 你知道嗎 快兩千多萬 我們了解 應該是沒問題的 他當初也沒有那麼 那麼 故障那麼多 應該是沒問題的 結果回家家裡 拿著 八百萬 買一碟 八百萬 買一碟 買一碟 買三碟 後來呢 重建會縮邊的時候 又變變 所以就 總共 造價差 將近兩千多萬 兩千四百多萬 但是呢 造就很多的 救援機會 這裡面 三四十萬港 所以說 相當棒的建築物 但是呢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有四千多的 社區白 射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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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因為桃米呢 走向生態 要把整個 食衣柱形 融在整個生態的層次裡頭 比較代表性的建築物 它是一個環保 日本人是環保的概念 用揮縮再生質疑者 但是呢 來到我們這邊是 綠建築的構想 裡面都沒有用力 裡面不打電 自然的環境 所以說一直在倡導說 盡量不用使用冷氣 不要用冷氣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天子教徒 所以說 沒有在做禮拜 所以說 它是一個 綠建築的故鄉 它是環保的概念 日本人 他用很柔軟的紙張 把它設計到很堅烈的紙筒 那一支紙筒 一千公斤的 可以承受一千五百公斤的力量 但是 這間是 我們現在設計 用很乾硬的鐵 可以把它設計 整個軟的軟的氣線 我們當人們有沒有看到 這間 裡面要看一些鐵 這間間 先穿鋼的就對了 只叫它 功能性喔 好多 最好多 又鹽蠻大的 那麼多 你看這個好大 这个猫,我不能吃什么 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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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没看到,刚刚有看到 鱼啊